为在南庄东江新村路口两座水泥制作的人像装置艺术 以黑色为底女性雕像头戴花环的呈现 近期在网路上引发批评声浪 由于该地区以泰雅族赛夏族人为主 如此印象让人质疑无法感受应有的传统异象图腾 居民受访表示虽然整理过后患然一新 但还是希望多呈现在地的族群特色 本来以前没有整理过 现在整理过就变成很漂亮 然后很有艺术感 所以你会希望它能够再做改善吗 会 就是把你们在地的族群的文化元素放在里面 对会 对于各界指教南庄相公所指出 经过多年风吹雨打雕像早已斑驳不堪 多次接获地方人士建议修缮的陈情 经评选后有当地居民承报工程 对此负责人无奈回应 在经费有限情况下 就只能处理外观颜色 无法重建新的雕像 强调并非不尊重传统文化 因为在经费不足的状况之下 然后在它原有的塑形的情况之下 我只能用我们泰雅族跟塞夏族的元素去做 就是红白色素 那相公所本于一个应地之言 而且配合民意的一个考量 所以就是交由我们新村居民自行 去做设计和彩绘 那居民中有人认可 也有人不认可 那我们会产生一个公司会议 公所表示目前工程尚未验收 为了崇散如流 预计下周三 邀请地方人士 一同针对现行彩绘 召开凝聚会议 后续再着手进行 修补工程 小米民怨 有时新闻 胡述草中生 苗栗南庄 采访报导 扇访报导 小米民怨 大陈对 大陈对